揭露 欺诈行为 还我佛门清静 维护佛门名声 雍正正 佛门警讯 今天就来到我来这里帮忙客串 今天你看到那个格局有点奇怪 这位就是我们一位香港的佛教的出街人 一个比丘 他的名字今天就要隐蔽不可以讲得 我们叫做师傅 为什么他会背向镜头呢 因为今天他来到这里就会讲一些坟门里面 我们外面人不知道的东西 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安全 所以他就不想入镜 他的声音都会加个处理 师傅 你好 你好 师傅 你在香港有多久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我知道最近你发现了一宗案件 这宗案件牵涉一个 现在在香港一间寺庙做高层的一个僧人 他在中国内地犯了案 那你是否想关于这个人有些什么 你和我们说一下 这个人有两个老婆 生了两个女儿 他现在还在香港 在大嶼山保莲寺做围奴 你告诉我这个和尚 他总共有两个老婆 对 他在大嶼山保莲寺做一个叫韦罗的工作 韦罗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带整个寺庙领唱的验经 带头来 他现在就在铜锣湾一间佛堂里面 这个人在中国内地做了什么呢 这个审判书已经查到了 就是他在传州墓西市偷文物 在泉州一间墓西市偷了文物 对 他判刑三年 判刑是三年的 他跟小舅两人一起偷 跟老婆的弟弟 我看了你的判决书 判决书就是说这个和尚 他在中国一间墓西子做和尚 他就偷了脂肪一批文物 当时潜入去偷这些文物的时候 他跟老婆一起偷的 后来判刑三年 后来坐完监后 他怎样去香港 对 他假结婚来香港 他用两个父母 他是大陆的名字叫 曲庆如 他偷了文物坐牢之后 他就来香港 用的是徐陆的名字 办假结婚 所以这个也是违法的 就是说现在很多和尚 他们在内地来香港 他们在中国内地犯案的记录 香港的入境处是不知道还是不理的呢 这个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应该就是说他现在用的是 假结婚的是徐陆的名字 来香港定居 他买个假户口 即是说他在中国内地 他就犯罪了 他就偷了一个脂肪 很多的文物 偷完之后被人抓到 坐完监后 他就在中国内地 买了一个新的户口 假户口 然后用这个假户口 就在香港再和香港人结婚 然后就下来香港 帮他接收的那个 所以是女生 帮他接收的 即是有一个人介绍他 和香港的人 是宝脸色的和尚 就是他介绍了 帮他找个假户口的对象 是 那你知道这些假户口 来香港的情况多不多呢 我所知是有几个 但是很多人他这个方面 他不会让你知道他的资料 因为这个曲心如这个人 这个假和尚 是我们调查出来的 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气 那他用假户分离了香港 那他中国内地的老婆是怎样的呢 他老婆在安徽天常 是安徽天常人 现在在扬州住 买套房子 那婚姻关系还是不保持的呢 这个当时我没打听清楚 他婚姻 他第一个老婆是分手 第二个老婆还在一起 第一个老婆 第一个老婆也走开了 好像也生了一个女儿 哦 即是说他其实在中国内地 那里就有两个老婆先后 一个就离了婚 一个呢 都是离了婚才可以来香港 第一个老婆也生了一个女儿 有两个老婆都没有一个生一个女儿 对对 那香港这个假结婚就没有了 没有生了老婆了 这个是假结婚的 他们没有 只是说 只是说 拿了身份证之后 就分开那种的 是假结婚的 没有夫妻支持的 嗯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香港 用结婚来香港的和尚 如果被方丈知道了 或者字眼里的主持人知道了 他们会不会做些什么 他们不管 他们只要你认香港身份证就可以了 不管你是真结婚 假结婚 他们不管 我好像听见 现在除了是用假结婚来香港 还有什么方法来香港呢 他们有很多是那种 去那种 那个什么 菲律宾移民 就是第三国移民过来 有很多东西 是怎么做的 菲律宾移民 这个是他们又说 先去菲律宾住 成了菲律宾人之后 他们在用菲律宾那种 因为第三国跳过来 这样比较容易 这种也很多 这种 这种是合法 这种是合法 这种是可以的 因为他去菲律宾住 都是在庙里住的 但是这些人 他是真心做和尚 还是为了赚钱 这个是真心做和尚 他们在菲律宾都是以僧人身份 在庙里住 拿到菲律宾户口之后 才申请有香港的庙给担保 才来香港 这个是真的 他们不是假的 真和假的分别 不是说他是真和尚和假和尚 如果结婚 不管是真和尚和假和尚 都不正确 所以如果是大陆假结婚来 他们都是不正确 但是 为什么这么多人 喜欢来香港做和尚呢 可能香港经济比较好 经济比较好 嗯 但是做和尚不是应该清修 清心寡欲的吗 要看这封利是有多大的吗 你为什么不懂答话啊师傅 你在这笑我看到 这个事情好像 怎么说呢 可能他们也有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在里面 好 欢迎大家来到佛门警讯 我刚刚看了雍正晶小姐 访问一位香港的真人 今天又爆发了 雍小姐 有什么理由 不要说个又字 已经很害怕了 每个人都说要 一磨大一磨 今天有少少都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 因为我拿了几个短信 那些微信 里面说了什么 给你看一看 他们说到 是怎样的 今天有些证据给你看 有证据 刚才你那个真人 那个比优 他也说了 在保健寺里面 有一个曾经犯过罪行的人 在做一些高职 不如这样 我们简单说一下那件案 这个案是这样的 有一个子 先在新加坡 叫做龙山子 那个子有一个方丈 这个方丈 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 他也是在大陆过去那边 过去的时候 他也招兵买马 招了自己的同乡 福建人 在那里招立了靖余 即是这个案中的文物大道 文物大道有很多名字 他发号很多个 又叫做靖余 又叫做妙慈 到了保联寺之后 又跟着他们的智智派 智慧 智慧 就叫做智余 刚才我听听曾仁说 他又叫做徐乐 这不是曾仁的名字 他那是法号 就叫做妙慈 靖余 以及智余 他自己的名字 就叫做宅庆余 这是在他的判决书上看到的 长话短处的宅庆余 就受戒 就变成了新加坡龙山子的和尚 就跟过师傅 那师傅 后来就不想留在新加坡 但那里我也知道他们出现了一些拗叫 即是方丈和寺院出了一些事 就走了 他走了之后 这些画就有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龙山子里本来都有很多文物 有很多很漂亮的徐悲鸿的马 有很多宏一大师的书法 这些每一幅拿出来拍买都值几百万 好了 那这些画很神奇地 就出现了在福建的墓西寺 和方丈一起移民到那里 回归一帮 首先声明就是 新加坡这间寺 没有做一个统计记录 他没有拍照 没有做了这些股价报告 就算是报警 都说不出你哪一样 打哪一样 因为他不知道流失了多少东西 即是你不可能去做了这些记录 但怎样都好 这些东西总之就是去了墓西寺 他回去之后 这个和尚 正如文物大道友 跟他回去 好了 于是去了墓西寺 墓西寺曾经他们点算过 有佛像 有字画 最贵的字画 钱 手饰 很多东西 然后相干无事 由2002年开始 到2004年底 突然间 那个方丈 又去到外面 又温游 或者他回到新加坡 突然间不见了那些东西 那么有趣 一掃而空 于是他就怀疑是这个 叫做 这个庙寺的人 即是正如做的 于是他就报警 这里其实有些关键 因为 根据判调书上面说 他们的求情理由 文物大道的求情理由 就说我自首 嗯 判调书上面就说不是 是方丈设局 来诱报他的 即是捉他的 所以就不当他是自首 于是 也是不可以减刑的 嗯 怎么也好 后来就捉到这个和尚 文物大道 最终爆出来的事情是怎样的呢 文物大道就带着一个叫林彬 林彬的人 听说是他的扣子来的 没错 因为他老婆 就有个老婆也被人捉了 叫做林建华 那老婆就跟警察说 就说那些文物都偷了回来 我觉得他很漂亮 于是我家里弄了一个陈烈桂 那他就把那些漂亮的东西 在我家里的陈烈桂那里 不是拿去卖的 我拿来欣赏的 但是怎么也好 他还有呢 这个林彬 被人捉了 一只扣子被人捉了之后 根据判调书说 他就捉了其他人出来 因为捉了其他妙凶 捉了其他那些 也有份做过其他犯罪的事情 就捉了那些人出来 因为大陆很流行带罪立功 如果你捉了那些人出来 那你又会减刑 就甘手指 好了 到最后他们都是认罪 文物的数量 其实都算很宽限 因为如果你说了几百万的东西 就枪毙 要是要运你很久 最终我想他也有些说数 判决书我看他说三万多人 是因为就不用判那么久 三万多人都判三年 你说三十万判多久 十六万 是吧 即是你不用出来的 如果你说一幅那些画 三百万 我想他们可能是枪毙 那当然可以用一只子弹 收鬼各有 就是这样 好了 总之文物就起了 好了 于是你看到判决书上面 总之是那个和尚有老婆 还带着一个儿子 是 那个儿子也是和尚 于是去造世界 他整了整间子的文物 就偷了 然后就坐牢出来之后 用一些方法来到香港 那个方法具体是怎样的 刚才有说过好像怀疑人家结婚 这个我没有相关的资料 有人有 但是我不评论他这个怎么来 但是他怎么来 这个我们就随后再说 但是要说的是 我们不是在罰门警讯吗 我们不是在罰门警讯吗 有趣的地方就是 有人来报料给我 他说你罰门警讯入了文物大道 我说不是 接着给我就看了 原来这个文物大道 就帮自己改了名字叫徐乐 OK 我们可以有些相片给大家看 是 这个就是徐乐 那你就看看 有人告诉我 文物大道 他也是一个和尚 他也是真正性受戒 他就进来 他也很正义 他就指出 我在过关的时候 看到有一些假和尚 我认得他 于是他就贴文了 我们大家都很踊跃地去回答他 你要认着他的头像 徐乐的头像 即是有红色的狐狸 是的 你认着他的头像 好了他就进来了 好 有趣的地方 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为什么会认得他这个头像 因为其实 他在之前就 再去其他这些相片 就定位置事件 这个 好了 我们看回这个头像 看见到吗 是的 叫做Long King Chew 最近这个也是他的帖文 但是他就把他的名字 改了 叫做Long King Chew 然后我们很好奇 看看这个和尚 虽然是文物大道 但是也是和尚 他的Long King Chew 有什么要看呢 嗯 一键进去之后 好 我们先播一条视频 看看 对了 找Long King Chew 哇 即时进去看看 对了 好 然后按进去 很正常的 鱼 原来不是 有150个 150个 美女朋友 你看看 150个小毛 应该是 全部都是女 对了 性感巨胸 就是 花枝 招展 每一个都 形态不同 对了 你看看 没有一个困难的 全部都是这样的 聊天女士 全部都是 这些很多人都带了 帮我无理 好 好 那全部是150个女人 就进去 这样 多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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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很难想像 是一个比优的 Facebook 是的 好了 还有什么那么特别呢 除了这些之外 再快来看看 上面 有两张 有些通话的 其实 我对于她 第一次的认识 就是有一个 看到她 在定位子事件上 对我 各种就是咒麻 又要说 喂 我们人肉搜查她 一个深圳 我们就找人做她 哇 下一张上面看看 你看看 这个头像 你认不认得 就说这些 是的 那后面呢 回到旁边看看 另一张 他就说 凶狗一样 难得理他 没错 下面那张有东西看 好 下面这张 就说你对付我 就要用一些黑手段 嗯 看到这些了 他说你有黑道背景 哇 真是厉害了 我想最大的黑社会 都是政府 现在 这样 那这些 如果我的黑道背景 你还敢 他说 Danny Danny仔死在你手上 你真是坏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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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开心的是 你看看你的样子 你这样对付你的朋友 你还在那裏 我就是说大话 你这些是什么人 你这些都是 阿洛瑜 你真是 别看这个 不是 你看罪证 你看完这些东西 都不正经 你 好了 他说到什么 现在 他又说要在黑道对付你 对 人用手就不你 你看到 全部都是同一个人 这些人 其实都挺凶的 你看到他去到这么多层面 但不过 有时候是白买一疏 他的名字 其实是常常改的 就像他的法号那样 我们看到 其实你说 保联子有什么关系呢 保联子已经出来说 就是说 我们是不承认 我们的名单上 没有这个法师 但是他们没有说 我们现在这个名单上 没有这个法师 因为有人去问他 为什么会有一个 文物大道 有案底的 有家室的 有小孩的 为什么会来你那裏 做惠罗的呢 惠罗是一个 领头唱歌 做法师的领班 他们就说 我们的名单上 没有这个法师 但是他们这些 都是议认艺术 他们不是说 我们的名单上 从来没有这个法师 是现在没有的 因为他们的做法 好像上一次 昔志定的 有两个老公 被我们发现了 一个老公是保联子 他们的做法 是立刻赶走的 赶走之后 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人 但是 在15分钟之前有的 15分钟之后 你问他没有了 但是现在 仍然 怎样再回来 他会是 总之 这些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不承认这个人 这个是不成立的 是 原因就是我们有些带 就是拍了 他去做法师的时候 你看到在保联子里面 第一个走出来 就是昔志韦长佬 接着走出来 就看到他 就是他了 我可不可以给他发碟 大家看看他的样子 可以 给他发碟 大家看看他的样子 很英俊的 其实都是相貌当堂的 就是车鸣八正 所以就有那么多 龙山子 从上传下见 和尚出家 说了他 他叫做李通惠 原籍安徽天祥市 扎氏 指名庆余 是的 他是扎庆余 那个名字就是这样 他那个饭号 当初就叫做妙池 后来就叫做正余 再到保联子之后 就改为知余 他和昔志定的老公 都有渊源 因为他是正的领班 昔志定的老公 就是叫做傅的慰罗 昔志定的老公 叫做余智 他叫做智余 所以都挺 很多人很巧合 很巧合 那些东西 他就在那里做法事 不认也不行 因为拍了影片 是 当然 他现在的样子 跟以前的样子 不是差太远 肥了一点 肥了很多 但他一定能拍得到 但是因为他就生得英俊 你知道刚才 有位法师也说 其实这个 同性相级的现象 在香港的坟门 都很普遍 所以他的样子 其实吸引了很多人 对他很包庇 很帮助 你看看他现在变成如何 好 播一播影片 我们可以播一播 WhatsApp的影片 谢谢 寶莲子 是的 我也不太听 再拍一次 这笔 亦 我想 按照 这笔 我 我 就 有 摩登 对 还是 是 就是剛剛拿著咪咪的就是 你見到這個其實就沒得不認 這個都是寶蓮子的環境 你見到他的長老在 那裏面都很清楚了 那我想我們都不會播那麼長了 好 我們回來 即是自己有足夠的證據確鑿 寶蓮子那邊就是睜大眼說謊了 可不可以這樣說 都是這樣說 那他們又不是的 他們又很聰明的 很玄機的 你現在這一分鐘問我 我這一分鐘就告訴你沒有 我就沒有煩惱了 為什麼你不早三個小時來問我呢 三個小時前他還在 那這些都是一些叫做說話的藝術 他不要說從來都不在我們名單上 他說我現在這一分鐘不在 所以你見到就是 我便很想問為什麼 這要帶出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他犯了這樣的罪 他不是說判幾個月牢 不是套譚給別人 即是幾年 那為什麼可以香港入境處 還讓他來香港拿到永久身份證 其實是否翁水姐想問你 這法律的問題是陰害人 海外犯過罪 是常常不可以移民來香港的 這樣的 我們要移民去海外 最怕是要留民證 對 要留民證 但現在你這樣看 他真的好像沒有要求 大陸來的移民是給留民證 沒錯 你記得施君農 記得 現在我們說入境處 入境處就哭喪 面對著你說 我們都不想讓施君農進來 他殺了我們的兄弟 是吧 我們都沒有辦法 那你叫我怎樣 是吧 這是一個政策來的 變成一個政策不好 除了這些大陸移民 是沒有良民證的要求之外 是 其實你在家裡請工人 請外傭 他們在國家犯法 殺了人 戀童 這些他都不用問的 是 偷竊 是 偷竊 你請一個人回來照顧你的女兒 他原來在他自己的國家 已經是戀童的重犯 他都不查 有通姦罪 可能會搞起老公 也不知道 這些都是比較遠 最重要的是 有些人 我們記得有個香港高官 是被那個工人 連頭也斬掉了 OK 因為他有嚴重精神病 很多的前科 他如果看案底之前有些問題 都不會讓他進來 所以第一就是入境政策很奇怪 我不知道 譬如在美加 都沒有人會移民來香港 美加 譬如你說印度移民來香港 他會否要求你良民證 我就不知道 但大陸移民來香港 肯定是不要求 你是沒有案底的 沒錯 而現在看到很多有案底的人 陸續離開 陸續離開 我上法庭有時都見到 有些人 他們現在身近香港移民 但他之前 在香港非法入境 打劫 甚麼都齊了 都拿到香港身份證 他只要娶了一個香港人 那你就進來了 是 一家團聚為理由 甚至乎他現在放你進來的 不是香港入境處 負責批哪些人進來的 是大陸負責給哪些人進來的 是 他說這個人進來就進來 香港是不能說不讓他進來 不可以解釋他走 不可以的 那150個名字 是大陸說誰來就誰來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在和尚寺裏面 你沒有一個品格的鑑定嗎 對這個人 是否人都可以進來做的嗎 如果剛才我們在那些片裏面 看到有判決書寫得很清楚 是的 他是一個有案底的人 最簡單的就是 他當時打劫的時候 即是他做案的時候 他已經是一個和尚 沒錯 就是偷竊文物 在紙裏面的財產 那幾件事 第一就是你做和尚的時候 你有一個老婆 第二就是你偷的是 偷一個寺院的財物 如果是根據佛經來說 偷竊常住財物 常住即是廟 是入無間地獄的 即是你偷廟裏面的東西 是入無間地獄的 這不可能會讓你 再繼續做和尚 在你偷的那一刻 你已經是 假設你還了俗 明白 你失去了你曾人的身份 那為何還可以讓你繼續做呢 這個其實是出事的 你看到 好像一個這麼大的寺院 你為何都不問問這個人的過往呢 你起碼都要叫他簽一張聲明 法定有效的聲明 聲明自己之前沒有案底 或者各樣的東西 這是很基本的 明白 如果我到時發現你違反這個聲明 我還可以對你採取法律行動 至少有些黑字八字可以扔他走 沒錯 所以你便看到一些品格 現在出現問題了 一會兒見到和尚說會涉嫌強姦 一會兒又說涉嫌假結婚 偷東西 那你見到這些是做了賊鬥 那你知不知道會有賊鬥 是因為你不去做品格證明 因為以前 我們在說幾十年前 你要去出家 不是說你肯去飛拍店看光我的頭 我就讓你來 是 不是這樣揹衣衫就可以了 不是這樣 要你證明自己的 要你證明自己的 要你證明你不是玩玩一下 要你讓我看到你真的有心出家 要考驗你的 就算你說老師教功夫 教徒弟以前 都是要考驗你的 要考驗你的毅力 要你做一些家務 做一些數地的事情 不是就這樣讓你進來 現在其實就等於 要求人做和想做師姑 剛才師傅也說 你有身份證就可以讓你做 是啊 怕沒有人來 而且那個人工很多 你進來 去到那間大的寺院 基本上你是發達的 你十幾二十萬一個月的人工 是逃不掉的 是 因為他們在很多不同的慈善機構 他們旗下那些 每間出兩萬五給你 每間出兩萬五給你 做董事酬金 其實這件事其實也是犯法的 因為香港的稅務條例規定 在香港註冊的所有免稅公司 即是慈善機構 是不可以給董事 是不可以申籌給董事 是 但每個人都照樣給 照拿水 但我有一個問題 我不好明白的 翁小姐 我認為如果是他這麼缺人 他又給了這麼多的酬勞出去 那我明白不到這件事 那我不是 朱月九都來加入他做和想 他又給了這麼多錢 他不是很虧待嗎 他的錢是源源不絕的 你知道如果說是寶蓮子的奉獻 每一年都過一億 一億 大哥 他現在的儲備有十三億 是吧 還有呢 你第一時間去留意一下 你的寺院那裡留意 他有一個寫字樓 他外面有個齋堂 你每一天你會見到 例如星期六、星期日 你會見到和想甲 從辦公室走到債堂 走到債堂 走慢一點 因為沿途會有很多人送禮事 雙手奉上 不斷給禮事 做很多香油 那些東西 他的袋就越來越重越來越重 香油桶裡面的錢 有些內地客 蠻慷慨的 一搭一搭五百元 他們收過香油桶的錢 是拿麻包裝的 那你說 如果沒有那麼多人走來走去 讓你看看有那麼多和想 那麼多人點絕一下場面 那你怎麼收人那麼多錢呢 我明白了 即是在片場裡面的腦袋 都要這樣解釋 所以現在有些人 叫做釋加茅尼樂園 即是好像弄小提公園 那其實是差的 因為這樣說 其實70年代的時候 香港曾經發生過一件 挺震撼的事 就是有一群出街人提倡 就說不如我們容許出街人結婚 讓他們生出生小朋友 讓他們生小朋友出來 培養他們做和尚 是 因為拔花 對 做了這樣 後來就說到 甚囂塵上 已經很吵了 有很多人在批評 最後就是由國光長老走出來 說這些是不行的 有幾個長老 都走出來 以正視聽 好像現在這樣很亂 就沒有人敢出來 誰出來呢 那時候就做了宗教的領袖 那時候的長老就出來說 他就說我們寧願很少和尚 很少出街人 但是我們都不要弄一堆壞人回來 如果你做這些破戒的事情 你是找一群壞人來領導我們 所以其實這件事在70年代 是上了報紙的 亦都訪問了很多佛教界的人 那時候已經說 我們知道是不夠人的 以後都會不夠人 但是我們寧願有很少的好人 都比來了一大群壞人 明白 現在就是一模一樣 又是逆史重現 那現在只不過是反過來走 就是一大群 濫於充數的 不知道真還是假的和尚 他們的來源 出處、品行的鑑證 完全是沒有得到的 現在如果說數目 應該是九成半都是假的 唉 其實我有時都不太明白 有時見到很多片段 見到一些出街的人 就是重驚念佛 但是他們的身形 每個都是雙薄手 這樣很好食用 已經是在戒律裡面 沒有吃幾天肉 我都瘦了很多 吃齋 這些其實也是另外一些問題 以前他們是有一些過午不食的習慣 大家也知道 你看到出街的人 是吃到十二點鐘 太陽暗了的時候 就不吃的 之前要吃多少吃完 那叫做前午過午不食 現在他們又發明了一個新的東西 叫做藥食 藥就是吃藥的藥 那他就說 原來你是打破了前午 你有一個例外 就是如果你身體不好 或者你生病 你可以將那些吃的飯 當作是藥食 於是那些人就說 吃飽品 我現在去這間餐廳 晚上八點鐘就約了人 我藥食 那樣 每個都藥食 現在 你如果晚上見到 為何那麼多餐廳 吃齋舖 會有那麼多人在外面吃東西 你問他 有些人會反面 有些人會關你什麼事 會罵你 但是有些脾氣好些 就說我藥食 阿彌陀佛 那就是有多少病人 明白了 赤金插說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出來 至少我們香港廟宇裡面 和尚的質素 原來有些做過賊的人 還有在廟宇裡面 那些住家 拍東西 都可以來香港 繼續在這麼大的廟宇裡面 繼續做一些高層 真是匪夷所思 鍾小姐 我們下一集有什麼新的事 可以再說一下 當然有 如果我有命回來的話 就是這樣說 OK 可以的 邪不幸聖正 佛祖保佑 我們下一集再見 有沒有發覺大熊我最近 聰明了又英俊了呢 因為我成為了MIHKTV的訂戶 喂大熊 你去哪裡啊 我去MIHKTV美食開放日 他們買東西買到這麼便宜 還送東西 瘋了 真的嗎 那還不快點走 為什麼叮噹在這裡 難道他被混 接下來大抽獎的環節 我們會送出 大大隻的罐頭鮑魚 鮮甜好吃的大紫刺身 大隻爽口的越南虎蝦 健康又好吃的大甲乾麵箱入盒 即開即食的福記糖水 大大份的喜福田禮品包 MIHK.TV旅行團200元現金券 大熊 你又好事都不通知我 我剛剛想找你一齊去 好吧 那我不約你雞心了 記得11月25日 MIHK.TV美食開放日 下午12點至7點 大家到時見 不想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 快點上來這個網址 付費後可以重溫我們精彩的節目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讚好我們Facebook專頁 你們的支持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想要支持我們MIHK.TV持續發展的話 歡迎大家捐款來到MIHK.TV持續發展基金 我們就會製作更多更多精彩和高質的節目給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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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